各位現場的媒體朋友 然後也到加上大... 恩...義大利來的朋友 然後跟所有現場的嘉賓 大家好 我是秀解開 然後剛剛其實今天 隨著我們說了很多關於 就是異國家的故事 我自己覺得很感動 因為好東西真的要跟好朋友分享 然後把好東西帶進來 我們自己的城市裡面呢 跟大家...告訴大家說 這是好東西 然後給你們用到 然後讓大家覺得 用多認識的一個品牌 因為我相信 現在很多線上...線下 有非常非常多的實體 或是線上店鋪 那...怎麼樣讓大家可以 再多一個選擇 而且是好的選擇 我覺得這是我們 要很開心的地方 是沒錯 我覺得我們秀是非常在意 合作的品牌 然後它的一個聲譽啊各方面 那當初您對這個異國家VP的印象是什麼呢 嗯...我知道它是一個真的 滿有歷史的 事情不念的歷史 然後...也知道它... 在意大利是一個非常非常... 國民的一個品牌 美中品牌 我覺得... 我很榮幸 因為... 我相信我有一天 如果去意大利的時候 跟意大利人聊說 我認識你們的國民品牌VP 異國家 他可能會覺得... 我是他的朋友 他可能就會... 願意跟我多聊兩句 然後...因為這個... 因為... 異國家的關係 我可以跟意大利更深的一個認識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橋樑 對... 哇...我們修非常可愛喔 一種... 增果建文的概念 是... 好喔... 但其實呢... 我們異國家他的商品絲 非常的多 包含了生活用品 所以先想問一下 您平常在選購生活用品的時候 有沒有最在意哪個地方 我非常非常在意的是... 成分 然後... 跟它的單元 跟它所有的... 有沒有化學評價物 因為... 我... 自己家裡有小孩的關係 然後... 不管食衣住行各方面 我們都是能輕微輕微的... 而且家裡的寶寶超可愛 才一歲跟兩歲對不對 對... 哇...不得了 我們得需要一個掌聲鼓勵 好不好 哇...我覺得那... 如果是我自己帶子 對... 就是兩歲的小孩 我都會覺得我要崩潰 不會 可是我看你... 還不錯耶 對...因為... 我還是要面對他們 我不能逃避啊 對...所以... 就是... 呃... 回到正題就是 所有的... 所有的食衣住行各方面 我最終最... 最重要的都是 有無料的來源 跟所有人 有沒有聽加入 然後... 可以給他們更安心的一個使用 我相信大家 每天看新聞報道 很多的... 呃... 新聞都會告訴我們說 什麼什麼產品 又... 發出的可能... 用的時候可以很放心的 自己使用 然後也給全家 給小朋友 一起來使用 對... 那所以... 除了生活用途之外啊 相信... 呃... 我們藝人有說 也要稍微保養一下 對... 不知道... 有沒有保養的習慣 以及呢... 有沒有自己在意的肌膚問題呢 嗯... 我坦白說... 我是一個... 很簡單... 很簡單的基礎保養的男生啊 我非常害怕... 很...很油膩的... 化妝品 那... 我有接觸過幾個 就是真的 很像抗老 因為畢竟... 歲數也大了 對... 就是有時候需要用到一些抗老的產品 然後... 但是我又很害怕那種很油膩的感覺 那... 我接觸到... 我確實接觸的到一國家 然後... 使用到他這個... 嗯... 活性萃取 然後他是非常非常... 天然的 而且好吸收的 對男生來說 他是一個我... 難推薦的身旁男生朋友的 因為... 我相信我遇到的問題 大部分男生都會遇到就是... 不喜歡... 太油膩的... 化妝品 那...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也是... 謝謝... 剛剛... 分享的就是... 他其實是一個... 有數據統計... 統計出來的一個報告 你知道這對男生來說 多麼多麼的重要 男生就是... 一個需要數字 需要一個... 告訴我說... 喔...原來是這樣... 這樣...這樣... 那我就懂了... 我就懂了他的所有的好處 跟他需要的東西 這對男生來說 我用起來... 我就會完全的更安心 沒錯 所以是看過數據證實喔 實驗認證有效 這種抗... 所謂的抗靈 雖然... 對... 大家都不覺得你有年紀在 你滿謙虛的喔 原來也是... 需要用抗靈產品的嗎 對... 喔... 所以要選擇有效的 這個抗靈產品 我們VV... 全四月當中也都有了 好的... 那我來問一下喔 就是... 我知道說... 網友啊... 也都很推... 我們VV的這個... 洗澡啊... 沐浴等等的商品 不知道你自己有沒有使用過呢 我也使用過了 然後... 我... 其實因為... 認識你國家之後 我才覺得忘了 那是一個... 很了不起的一個... 一條我們的... 產... 產業鏈 它從自己的莊園 到自己... 去... 採... 採那些植物 然後再去把它體驗 再變成包裝 在那邊來販售 所有東西其實... 我真的在使用上 我可以感受到它的溫度 因為... 你會覺得它不只是一個木耳 它不是一個美妝產品 它其實是... 有溫度 你可以感受到那邊的氣候 那邊的味道 各方面 你自己會覺得 你好像自身在義大利的感覺 那... 我其實也滿推薦的是 因為小朋友 用起來也會非常非常的... 嗯... 安心 因為... 有燕麥成分的 其實是... 對小朋友幾乎 美感性幾乎是 非常非常的幫助 這是... 其實在我之前就知道 這個... 成分是對小朋友上好的 那也其實如果這樣 進來台灣之後 我們就可以 更多一個選擇 然後更知道說 這些產品 對小朋友 對家人都是最安心的 確實我們的紅湖島 橄欖跟煙麥莊園 今年都相當的療癒 很舒服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 我想要問一下啊 就是... 像我們今天的概念 你有沒有感受到啊 帝國家的店 跟一般的專櫃有什麼不同嗎 有... 我有發現它的天花板很高 對... 真的耶... 然後... 那... 所以我剛剛也說了 就是它... 是一個沒有壓力的 一個逛街環境 我相信 對於現代人來說 它其實 逛街是一種 放鬆的一種 一種方式 那... 有時候可能真的不想要 有太多的交談 或是太多的 可能我已經是很常 來電商到晚的顧客 我也不需要再付出介紹 那... 有一個很貼心的圖 就是... 我如果背什麼袋子 就大概知道說 我的需求是什麼 我覺得這算是 在台灣的首創吧 就是沒有人用過這樣的方式 來... 來在實體店鋪 實體店鋪上面去 真正實行的 下次我就要 真的來 就是自己來... 來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 對... 這個算是真的 為顧客著想的 一個貼心設計 嗯... 對啊... 惠姐會離你3.5公尺喔 哇... 都會保持距離這樣子 如果你需要服務 當然它也會貼心的為你服務 那謝謝兄弟們 謝謝... 這麼多 不管是生活 不管是保養